加拿大皇家海军成立于1910年 其规模并不是很大 一共有33艘舰艇在意 舰队中数量最多的舰艇 便是哈利法克斯级护卫舰了 本期视频让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 哈利法克斯级护卫舰 视频正式开始之前 新来的朋友不妨点个订阅 既可以查看往期视频 也不会错过往后的精彩内容 在欧洲各国都在搞顿舰的时候 加拿大一直都是以吃瓜群众的面貌出现的 不过每个国家都有不同的考量与需求 上世纪50年代 加拿大海军的主力舰艇 史雷斯蒂古时级护卫舰 经过数十年的使用 虽然对舰上的电子设备进行了一些升级 并且也经过了多次现代化改造 但是舰体还是在逐渐老化 逐渐无法完成新的任务 为了替换老旧的军舰 加拿大皇家海军在1975年 开支拟定计划 名为加拿大巡逻护卫舰造舰计划 也就是哈利法克斯级护卫舰 80年代初 建造计划确定并开始实施建造 1991年该舰完工 经过一年的测试后 于1992年正式进入加拿大海军服役 分两批共12艘 首批订购于1983年 第二批订购于1987年 目前均在服役中 他们分别是哈利法克斯号 文革华号 魁北克号 多伦多号 李贾纳号 卡尔加里号 蒙特利尔号 弗雷德里克顿号 温尼伯号 夏洛特顿号 圣约翰斯号 以及沃泰华号 由于该极舰的舰名出处 均为加拿大城市 所以该极舰又称为城市级 舰体设计方面 本极舰舰体长宽比较小 船型较肥 舰长134.1米 宽16.4米 高干衔的拼甲板 手部线型外漂较大 带折脚线 这种线型具有良好的试航性 船体横摇和纵摇较小 减少了手部和抨击概率 这些优点特别适合 在海况恶劣的北大西洋海区的活动 吃水4.9米 标准排水量3875吨 满载排水量5235吨 全极舰占现役 加拿大海军总吨位的60%以上 是目前加拿大海军的绝对主力 该极舰的舰体设计 使用寿命为30年 它采用了纵横混合骨架结构 主舰体由高强度钢焊而成 内部隔板采用轻质合金或非金属材料 这位该极舰提供了足够的强度和相对轻的重压 并使该极舰可以在北极 具有碎冰区的海域航行 舰体采用了模块化建造方法 缩短了建造周期 12艘舰从开工到下水的时间 平均仅为14个月 最短的仅为8个月 在本极舰的设计中 对舰体的隐身性做了极大的努力 在隐身性设计方面 也是一级有代表性的护卫舰 舰桥相当低矮 上层结构以及烟囱 有倾斜的外形 以降低雷达截面积 哈利法克斯级的烟囱 设有红外线抑制系统 能充分让灼热的主机废气 与外界冷空气混合 排烟道也以绝热材料包覆 大幅降低热讯号 机舱内的轮机 安装在双层减震机座上 舱壁设有隔音制震层 管路使用减震接头 螺旋桨的尖端也能释放出气泡 来降低空室效应 而舰体的流体力学设计 也尽量减少水中的阻力 种种设计都能大幅降低 哈利法克斯级的热信号 以及噪音和震动 动力采用复合柴油机和燃气涡轮系统 包括两具美国的LM2500燃气涡轮 以及一具V280柴油机 使用柴油机时最大航速15节 使用燃气涡轮时 最大航速将提高到29节 舰上的动力系统以IMCS 整合机械控制系统控制 这是世界上第一种采用该设计的舰艇 所有的运作和监控 都在集中控制室的整合显控台上完成 该系统2003年12月起进行改良 换装新的平面显示器 值得一提的是 该舰的柴油机在必要时 能以超出额定功率10%运转 平均每12小时 最多超长运转2小时 由于本机舰以燃料消耗较经济的柴油机 为巡航动力 加上燃油储存量大 因此续航力较高 达到7100海里 该机舰部署了CH-124型海王直升机 该直升机与舰载传感器协同行动 在距离船只很远的地方 搜寻和摧毁潜艇 船上有一个直升机甲板 直升机可以在海上起飞和降落 在直升机机库前部两侧 安装了两座双连状MK32型 324毫米鱼雷发射管 可以发射MK46鱼雷 除此之外 该机舰配备有一座 伯夫斯MK3型57毫米舰炮 射速220发每分钟 射程超过17公里 还装有一座密集阵进破武器系统 以及NRWS遥控武器站 和6艇12.7毫米机枪 用于应对沿海环境中的 海上、空中与地面威胁 防空方面 该舰装备有MK48垂直发射系统 可以发射RRM7海麻雀舰队空导弹 导弹射程19公里 飞行速度约4马赫 导弹以手动瞄准的照明雷达导引 可迎击来袭战机或反舰导弹 而在反舰方面 该机舰装备有两座四连装MK141型 Yuchabark EC反舰导弹发射装置 该导弹对中大型舰艇会有奇效 可以将它们击沉 或者使其失去作战能力 2021年11月18日 根据俄罗斯卫星通讯社报道 位于挪威附近海域的弗雷德里科顿号护卫舰上发生了火灾 好在舰上人员立即实施灭火作业 并没有人员受伤 损失也并不严重 这算是相当幸运的了 否则一把大火将这艘战舰烧毁了 就等于加拿大海军丧失了主力战舰的十二分之一 这损失就太大了 除此之外 哈利法克斯号以及多伦多号都曾发生过不同程度的火灾 而且这两起火灾是在三天内发生的 其中多伦多号在海上失去动力漂泊了近六个小时 最后依靠柴油机返回了英国贝尔法斯特港 加拿大国防部发言人发布声明称 军舰是一个非常复杂的系统 这种情况虽不常见 但也并不少见 虽然两舰几乎同时发生火灾 但是经过调查 火灾原因并不相同 也没有舰员因此受伤 他们经常进行失去动力和电力情况下的各种演习 非常熟练的处理好了这些问题 具体情况还在进一步调查之中 虽然火灾并没有造成多大的影响 那么当一艘八千马力的渔船 装上了这么一艘军舰 又会是怎样的结果呢 2013年4月23号 美国王朝号拖网渔船在加拿大的一个港口中 撞向了停泊在港内的温尼伯号 渔船将温尼伯号足足向码头一侧推了六米 据称渔船是在15到20秒内撞下温尼伯号护卫舰的 当时有艘托船正帮着渔船转向 但一不留神 就导致渔船和温尼伯号护卫舰相撞了 相撞之后激起了巨大的水雾 码头上顿时一片慌乱 温尼伯号护卫舰被撞倒的闲侧 仅仅受轻微损伤 而渔船却被温尼伯号切开一个大口子 活生生的削出了个嘴巴 成了动画片中船只的模样 看来渔船再怎么样也没有军船鹰啊 2007年7月5日 哈利法克斯吉展开了现代化改良计划 将其使用寿命延长至2030年代 也对舰上的一些武器装备进行了升级 换装了先进的RM162进化版海麻雀导弹 对反舰导弹和敌机的攻击范围更大 升级了推进系统 使航速增加到了30节以上 优化了雷达系统 能够在近岸环境中探测到敌方的目标的三维波数雷达 并且改善了雷达与舰船指挥控制系统的交互作用 升级工作于2010年1月开始执行 目前12艘的升级工作均已完成 不过话说回来 哈利法克斯吉作为加拿大海军主力舰艇 它的武器配置过于简陋 同吨位和动力相比是极不相衬的 而且由于布局形式很古老 留待进一步升级的空间也有限 不过好在加拿大的地理环境优越 背靠着美国这个大哥 所以在相当长的时间内 不会有哪个国家会对加拿大形成有效威胁 好了 关于哈利法克斯吉护卫舰的介绍 到这里就结束了 有介绍不足的地方 欢迎来评论区讨论留言 感谢您的观看 我们下期不见不散